依法治理大學 左丁山 依法治國 依法治港 又有新的真實例子 香港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 按傳統系由校務委員會榮譽學位委員會推薦 交由校務委員會通過 再交與大學校監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確認 但校監有最後權力刪除他認為不適合拿榮譽博士學位之人 在講英管治時 港督有無運用過這項否決權 無人知道 但這麼多年來 港大或其他大學從無傳出此類秘密 或可假設立任港督 第一第二位特首有此特權而不容 只是遵從大學自主決定 今次有傳聞 有記者質問播 記者提問 有否提出香港大名譽博士名單 梁振英答 我不能評論任何我在公職類的個案 但我可以說 我作為行政長官和校監 我完全根據有關的大學條例去履行我的職責 如此答案 即是不承認 也不否認 資深記者見得類似答案多 自然會認為梁振英確託經履行條例賦予大學校監的職權 刪除國起碼一個獲推薦人選 至於有無作證 除非港大榮譽博士學委委員會成員出來作證 你猜有無人肯做深厚 好似教知會2014報告那樣 未發布就已經登上《文匯報》呢? 新年團拜之時 恭喜恭喜過後 耳仔邊就收到東南西北風 隱約聽到有人說 時任大學校監不是被權不容之人 而是業次執行依法治港的信徒 香港法例過往賦予總督好大權力 特區政府全盤繼承 投兩位特首遵照傳統 被特權不容 第三位特首就幾喜歡根據有關條例履行職責 故此山走港大榮譽學委員選之說 有超過五成機會不是空越來風 再者 佔中之後 校監通定師通 師前想後 會履行職責 修理大學校封 策略就是在任校長暫時由得他們做著 有權管理校長的校董會主席是由特首委任的 適逢今年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之鴻做滿六年 案例要退下 也可不退 如逢國經就做了近九年 相信特首辦現在已經心中有數 高靖之正在準備可替代人選名單 一位大學校董 與港大無關 見到如此警方 認為做大學校董未必再是清高榮譽職位 畫明三年任期一舊就立即退休 不再懸賺 總之如果被羅范昭分視為頂深探一類非良粉 憑社會人士資格被委任為大學校董的 早走為二 吳走都會被人換掉 改遍 改遍 改遍